詞曲 李宗盛 議員 我們歡迎李宗盛導演 上來跟我們一起聊一下這部片 後來貨店又多了不少朋友 有沒有可能再多搬一些椅子 過來後面那邊這樣 後面來的朋友都請進來 開始 謝謝 我們因為 15的活動 在 大家TV 請先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的活動會到九點半結束 但九點半之後 大家還可以繼續留在這邊 我們一到晚都可以在這裡待 大約到半夜為止 所以如果等一下沒有機會 問到問題的朋友 跟你們之後 應該導演可以留一下給你們聊 好 那我覺得 我就不站在這個時間 我就直接想說導演 你先來 在 我們剛剛換完這部那麼多年 已經拍了片 然後再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那個時候拍 在現場拍完到現在 我們的兩天 這樣好不好 大家晚安 先謝謝各位來看這部片 這個已經時刻二十七 那麼 那麼 當年 很少人看過 因為我們綠色小粉的片子就是 他的觀眾群大概都比較 對政治的地理比較有興趣 那像這個屬於勞工或是環保的 在當年我們推出的時候 確實想要購買的人不多 那真的很高興 今天可以在這種大營的地方看到 就我個人而言 這也不過是第幾次 還沒有超過幾次 那 可是當年 拍跟剪都是怎麼做的對不對 我們綠色是這樣子 就是 就是其實我們很多那個事件 都是大概一起去拍 那像這個因為相對於台北 那是比較遠一點 我們沒有那麼多人手 所以 有些地方就是只能拍一個人 那麼這一場就是我被拍到現場 那這樣子 那個 另外一個 三窗也來了 像他因為跟這個高雄後面有地緣關係 他就 一開始都是他一點下跌 這是我們綠色工作的一個慣例 沒有說特別什麼 那麼當然因為 我拍的比較多 啊當然後面是交給我寫 那對現場比較理解 這片子當然也不是說 交代得很清楚 稍微再補充 嗯 事實上遠話 如果從今天歷史回顧的話 他當年是被刻意打壓的 就是說 他是一個比較大規模 可是他 很困難的取得合法罷工群之後 那就像片中所講的 這個知識班跟官方是合作 去完全就是無名化他說 你這個罷工過程是不合法的 所以這個訊息一出來 人間投下這個贊成罷工票的功能有光了 那變成後繼無禮 後繼無禮 那麼到這個片尾就是 他利用這一個外面的高商 不是工會會員 也不是遠東真正的員工 由他們出面來塑造一個假的說 功能出面要求不光 他就把這個罷工完全就是打垮了 那麼他們一被打垮 就是更像他們的工作群保證 甚至之後就是說 他 雖然 知識班沒辦法去把整個工會 給消滅 但是大概他耳後了幾年 他比較消沉 而且事實上就是從1989 再到柯年的 這個好佛孫上台 不只公運 就是他的社會運動 包括政治法運動都萎縮了 這個也是影響到我們綠色的存在 因為 沒有社會運動 我們 不但是去記錄的對象 而且啦 聽說 沒有群眾集會 我們綠色是不靠外界之處的 不是靠我們賣袋子 來這樣子 來 就是看怎樣度過 他也沒有這個市場 我們綠色也沒有收入 所以 綠色在90點 就不得以就是面前要減散 那 十個二十幾年能夠重新看到 當然是很高興的 呃 我想這個 我也不要阻礙各位態度 就是 後面的盡量讓各位來請問 或是說你們有什麼想法 但是如果是發表想好 我覺得時間要縮白一點 再給大家多一點機會 謝謝 好那所以 剛剛看完 呃 有 什麼問題想要問導演的嗎 我在片很常 發生了很多事 可能大家有很多 可以找到 呃 覺得 有興趣的點 所以 有沒有 什麼問題 那大家還要再想 呃 燕姐你自己要問啊 對 好那你問 呃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看完這部紀錄片之後 我有一個疑問就是 為什麼到了90年代 或者是到現在之後 感覺罷工 離我們生活越來越遠 因為我是 呃 1998年才出生的 然後在我印象裡面 很少很少有罷工這個 或者是說有 但是都變成說 是 比較少數可能工廠 裡面的少數人 然後他們 在盡情而非 像 紀錄片當中全面的罷工 是說 像是一些政府團體 例如說中國國民黨 他們介入 的工會 還是說 還是說我們的 台灣社會 勞資雙方有什麼改善 還是說政府會 出面介入 想問一下導演 嗯 其實 工人抱不抱 公眾部位的抱怨 那麼 90年代以前 為什麼 台灣的工人 比較興盛 一方面是 我們台灣的經濟 到了時候 到了高中 那麼 工人覺得說 欸 在這種環境下的 鼓勵 他可以飄到更多 那麼 遠化跟無片 我講的 他在8788年 一七兩年的 這個 年中展現抗爭工廠 從原來的兩個月 等到六七個月 這個對台灣的 整個工人 就是一大服務 那我另外在普通說明 就是說 台灣是從 1984年 在美方的 壓一下 還通過這個 這個叫什麼 勞基法 勞基法就是規定 一個勞工收到 應該最低的保障 但是這個勞基法 事實上 並沒有全面執行 很多工廠 他不僅違反勞基法 他還是就是 變相的 壓翻 或者說 把這個福利 減低 那麼這個 從1984以來 到這個 1987 減年 慢慢的 台灣的工人 即使都是 圍繞這個勞基法 的福利 再增加 這個年中展現抗 那麼這個 他的背景 像我講的 台灣的經濟 到一個高度 不管是誰 大家會覺得說 台灣未來的經濟 其實是有希望的 那麼我今天不用擔心說 我會抗爭更多的逃亡 為什麼 他可以再找另外的工作 他是有 比較有這種 能不能講 暗氣 那為什麼 絕對面之後 這個工業降低 很少 一方面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 這個好佛孫更巨師 強人上來 他採取了這個 強硬手段 連這個 後續那個 反五青色彩 都是因為 好佛孫開了這個 五千軍警 那個大軍家軍 才讓他們這個 把這個 神明暫時降低 平息 那麼順利 都會通過 那同樣的 這個工運跟社會運動 是受到這個 當時好佛孫剛上軍的時候 他這個 氣勢驚人 他就是 正面高漲 所以那一兩年 也是比較消沉的 那接下來就是 整個 塔安的產業外 那麼 那一個 開始被他掌控的 觀察來觀察 潛移來潛移 後面的功能 就開始害怕了 沒有那個 那個 沒有那個 給他一個 後座椅 來幫忙的時候 他就變成說 啊 我有空間 我要是 坐來看 被壞了 然後下一個 那麼 這個要一直到 92年 這個有 基隆科衛 也是 也是為了這一個 經濟 就是勞動條件的改善 他發動了 合法的 這一個 發光槍燈 嚴格講起來 這個 遠化雖然是合法的 但是最後在官方的檔案 他是過合法的 那麼 台灣可以講到現在 真正唯一 合法的發光 就是 1992年 那個 基隆科衛的發光 他是從頭到尾 找了一個 很完整的 程序 但是他們的工作仍然沒有發光 所以 當年 這個 基隆科衛的紀錄 他 他最後的結論標準 叫做守法該死 說工人 守這個工會 還有這個勞資正義處理法 到最後你就實務一下 這裡面整個片子 是讓 也在講這個 不管是徐正坤 羅美 他們都在講 依法 一般人這樣 然後要求這個 警方要來遵守這個法律 可是你們看到那個結果 你通過罷工的 合法舉個辦公室的人 警方也不保護你 他配合資方來驅趕 打壓你 最後來鎮壓你 所以 這個法律 就是 其實到今天都一樣 這個已經改討犯在 我們兩個看法 這個 法律究竟 有沒有法律到 我們弱勢的 不管是勞工 農民 或是一般的種種 那 因為這一個 九二年的 集合法律 他 他因為覺得說這個 那個叫勞動商法 勞資正義處理法 勞基法跟工人法 覺得對工人是沒用 所以他們就走了 另外一條路叫做修法 成了一個工人立法 行動的原位 但是從九二年到現在 也是十幾年 十六加 已經超過二十年 事實上證明到現在修法 還是沒有發揮 為什麼 因為你在立法院裡面指導修法 這些人 有幾個是代表真正末世 這個團職出身 各位可以想知道 那個 機構就順道幾個 還是回到這個片子 回到這個片子 那麼 那麼 片中呈現很多東西 這個勞工當然就是很無奈 他到最後 就是像這樣子的 接受這個打壓 接受這個打壓 包括那個 我記得我還記得 應該是有二十一個其他 還是各工會的幹部來聲明 被起訴 他們起訴不一定說 有什麼真平實據說 做了什麼實據 都打起勞戰 沒有 只是因為在場 喊口號 這個叫做住室 這樣就是反愛公務的 你要知道台湾的法律 所謂通常的法律就是 有其他朋友 先這一位 下一位再換你 然後 當時我是普派 然後 當時我是普派 當時 我提到我 公務的法律 行動委員會 然後 我在05年之後 我認識到 當時的公務委員會 一個很重要的題 但是現在 還是老公的警長 在參與 然後還有一個 他的先生可以 那 從 之後 我會有 跟他們 那種 跟台庭的民國大師 習慣了 那邊有工作 就是有 配合聖人 一些活動過 因為他們幫助我 很多事情 那 我從他們 曾經放過一些片子 包括我那邊 還曾經去看 是光法律的那個 就是 上班的那個活動 我 看到很多 應該是前輩 然後 再想到說 前幾年 前官 全國官場勞工的 那些活動 包括 最近的 活到 活到聖人員的那個 活動 其實我 我感受很多 本身也是一個 從 勞工 基層出現的 從工廠 隊員到 工地 其實我都沒有 帶他工人的工人 可是 我自己 因為有人在 教練工作的時候 我真的老實講 我感受到 他工會 有工會的話 那種工能 保障很重 可是沒有 沒有工會的話 真的 那種 自己的工人 真的 工必 工蠻多 那我想請 像 導演就是說 你 二十多年前拍照 然後 剛二十多年之後 變性的一些 全國的活動 你的感受是 多少錢 這個 那個 會前自我接到的 就有人提到 臥軌 事實上那個 毛鎮飛天 有在電動又出現 就是 敢要 特別有 老公的尊嚴 肉面爬 什麼 臥軌 是工人 拿自己的生物做果 住 那是最後的文化 事實上 他很多運動 那運動 都是 可以說是從那邊滾成去 就是說 一開始都是 受到壓迫 可是你想要去反抗的時候 你沒有害怕 這個國家的公權力 這個暴力力 所以你會怎麼樣 你都是走合法的 成請 上訴 這一些 或者真的是走法院 等到那一些 都覺得沒有用 你就等下 訴諸最後的一個 像那個 衝撞 就是這一種 或是說 用一種妨礙 如果功能 他在這個 所謂公慧法的保障之下 他有一種 裡面的 或是罷工 其實那個 有點像是代工 就是說 我不是刻意的 提出一個真正的罷工 因為罷工要多少 就是什麼 不工作了 就是他前面兩年 拿到這個 那種獎金的勝利 對不對 用代工 大家說今天 幾點到幾點 就突然都放下手上工作 不做了 那個 因為 像這種大工廠 是24小時輪班次 你只要一個緩檢 請假的 他整個運作 那個數字會不會很難到 事實上 那種功能就是脫不動手段 來逼迫 支撐接受 兩天 這是功能最後滑溜的手段 那支撐的手段 他可以定管理工作規格 按理家裡規法 或裡面有違反 裡面有違反可以 裡面有違反可以 他把你斷 失去了戰場 甚至失去了生活狂障 那 功能是一個人 當然就是更困難 這個完全沒有滑溫 那這位朋友講到 有一個工會 一定還在後面 有一個幫助力 那麼國外的工會 這個怎樣 運作比較早 它發生的比較早 他們到最後甚至有罷工基金 那麼 一罷工 不是單一工廠的罷工 它可能是一個連線 一個產業的罷工 比如 如果法國 他的公司 你覺得單一不公 他一罷工 他整個工會 要是支持他 連火車連什麼 全部罷工 是用這樣的手段 來抵抗 最好的連送 但是這手 是雙面刀 雙面刀 你做這種 是妨礙 是一般民眾 他要看民眾 支不支持你的署權 所以這個 緬化罷工 他跟我們後面講的 機格罷工 他都不一樣 緬化罷工 是單一場局 基隆科技罷工 是運輸業 那個反對他 很多是基隆市民 所以他面臨的 的處境跟他 真的就是 不同條件 那像這一個 他們這一個 那個 講到的矛盾 這一個是說 他們這個 官場 這個全關聯 官場就剛講 差不多幾個年代 初期 或者慢慢出現 那台灣的資本 就要有各自 照理講 一般是經營不善 倒閉 很不合的官場 可是不是 他正在說是資本外 他就直接的 這個片面的就把你 這邊的整個生產線停掉 工人馬上就失去工作 他變成面臨什麼 打官司 要支撑費 等等這一些人 然後 國家法律又不處理 那老闆是把資本外 去東南亞 登到中國去設備 這樣的法律 完全沒有任何保障 事實上 老闆就是因為 國家對他的重點 他可以施育這樣的 種育市場 那麼工人就是白白犧牲 可是就像我前面有講的 你法律對 這不修改 對工人沒有保障 根本通常法律 定定的也不能保護 那就是一種雙重的破案 雙重的破案 那很多公民界的朋友 包括在片中出現的 這個勞工團 事實上他們也有訴求 就是說你勞工團 你勞工人應該要有自己的 政治上的發言人 就是說他們也可以舉過 他們的黨員出來選 但是可能 我覺得他們的努力還不夠 所以今天整個 台灣看過去這個 真正 跟勞工政黨有關出身的 應該要當選動作 你知道嗎 見通些人物 像這個袁昆玄 還有那個選金夫等等 他們都曾經參選過 曾經參選過 羅冥也選過 黃玉玄也選過 可能都沒有當選 都沒有當選 好 剛剛那邊有一位 還有 導演你好 我想請問的問題是說 在現代因為科技的進步 所以無論是私人場合 半空開場合 或者是公開場合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的現場的運動 正值是講座 或者是私底下的活動 我們都會面臨到會有各式各樣靜態的攝影 動態的攝影 甚至還有所謂的現場的直播 跟有時差的轉播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以318的人 對近的318的例子 這些東西 已經不是對於當時的一個紀錄 而是對於這些人 或整個事件的未來 會有持續的衝擊 比方說法律上的問題 或者說對於這些人的人生 他們是否想要這樣被紀錄 或者是說他們這個事情會 他們需要抹去 或者說他們自己想要取回來這些東西 那我想身為一個 這麼有資深的一個實際的參與者 你認為你 你會怎麼樣對於拍攝者 被拍攝者 在這樣的這個年代 怎麼樣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那兩方如何自處 然後怎麼樣去從事所謂的紀錄片的拍攝 謝謝 我的名字好大 你剛才你講我當老藝的一些 一些經常人在思考 今天就是這個攝影機器太普遍了 人手機都可以攝影 可是這個因為你掌握這個機器 你就是一個工具 可是你想要去利用它的時候就不像 我們或是說現在有一些業人 很多人有志於拍紀錄片 畢竟想要拍紀錄片 總要的對象 有個寂寞 那應該 最簡單的基本就是 紀錄倫理 你會知道就是說 你要徵求被紀錄的統一 這是一個對象 但是因為今天你看這個孔露在傳 很多影像就是說 被拍都莫名其妙 都不知道 那這些人 隨便把它撥上給住了 事實上他是侵犯的 這一個人是犬的 舉個例子而言 上次我記得好像是 就前一陣子那個媽媽 什麼 有個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鋼管秀的那個 在那種車子的 他有一個女孩在那邊叫 他那邊的火梨上 就有點看了 有點旺旺的 然後女在掉 對他 但是他太太他族親了 把他拉回去 他就把他拍下來 脫上去 他覺得好玩沒有侵犯者 可是 一定我自己做的訓練跟動 他其實不可以這樣做 就是說 你對方都知道 還是已經是 完全就是 像接近那種偷拍這種行為 那你要把它傳播 可是現在幾乎很早在討論這個 但是這個還是小事啊 基本上我們應該更自信說 綠色當然要靠這個路 在傳播的時代 跟今天網路是不能比的 那相對於這種 傳播的環境跟條件 今天是優秀 當然也太多 可是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想要去做一個這種 紀錄傳播的 我覺得 最基礎的一些 像文明 你要進去 可是我不能說 我帶點綠色來護理什麼 我覺得今天很想念 很多事情是從電視開始作用的 例上今天最該被約束的 就是當年我們 起立有對抗的燈道 電視他現在都已經是完成 沒有成本了 他說網路抓新聞 就來台湾新聞 一樣 派一個人計程去採訪 甚至我看他連付費都沒有 可以講今天是不用看電視新聞 我在網路裡感觸的人披抖 然後他們的新聞都被抗炸掉 比起當年還要高高 當年怎麼樣 不管他是捏到怎麼樣的新聞 起碼一拍計的主力採訪 弄出來 今天不是 從網路都抓下來 全部就變成他當天的新聞 看見我什麼都拿 一點意義都沒有 那 那 基本上我還是 就是說 掌握這個 這個拍攝機器 然後我們又能透過網路傳播 我覺得今天 如果站在一個站後的位置 我們是有力的 你剛剛講的318 今天有很多論述說 318的成功是因為這個網路傳播 那可是我覺得說 假設他的訴求不是引起供應 光傳播也不一定有用 人家怕很多人 人家傳來傳去 事實上 當然他給引起一些漣漪 可是他真的想要說 也才達到一種什麼訴求 影響 我覺得那個見人見智 但是我覺得那個不是我們要去做 就是說 假設你有心 你覺得該做的 你覺得對的 是你帶來住的 你要去做個地坐子 只要你兼顧 因為我剛剛前面提的那個情形 我對你兼顧 我問你自己要講 怎麼這樣 自己不再過來 那剛剛導演 我講的是站在拍攝的日常 我可不可以 就是說你可以告訴我們說 我們每一個人 在生活當中 都可能只是經過的路人 可能只是想要當低調參與者 真的是 有可能將來會成為是被受訪的人 那我們怎麼應該去面對 訪問這個行為 我們該怎麼樣 保護自己 或者是說怎麼樣跟 就是把握我的互動 但未來 就是在鏡頭前 不要讓他走 我們那裡走 很多人 他身上不想接受房子 可是他就習慣 看這種媒體的表現 他說 我好像給他拆 我瞄不起 他就要發表一些 事實上他可能都不知道的現況 電視場出現就是車禍現場 他就沒拍到對不對 他就問那個路人假路人 知道他沒看到 他也可以搶半天 走的是人來風 那那個 你要有自我認知說 這是一個媒體犯難的阻擔 你自己可以去當採訪的紀律者 你隨時可以被採訪的被紀律者 如果別人偷拍 你越被侵犯 當然有法律主定可以去 我只能說這樣 因為 在這個世界 包括這個監視器 到底都是 人是越來越沒有隱私 到最後人 你要保護 我們的保護自己 就是這樣 好的 還有其他 好幾個 因為剛剛那邊先舉手 先讓後面那位 麥克風 按一下謝謝 然後就按照 從後面往前 這樣是你們四位 好 謝謝你導演 還有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想問 因為我記得好像 差不多十年前 不太記得 我有一個機會 比如想要受益 台灣人權影響 然後有根據這個小組 然後也有接觸過 我記得那時候 吃一個小組 好像是自己的這些塑料 都還沒有辦法數位化 然後也好像有告訴過 我這個困難 那現在 是先帶獨立的 來執行的 然後這一次要參展 是不是表示這個過程 現在已經都解決了 就滿想知道這些臉上 現在如何保持 是不是已經有 資源在數位化 也許我化不以後 可能都會過 順便發生綠色廣告一下 這個要先感謝 台南醫護大學 金江記錄研究所 差不多在1996年 他成立之後 那個避任所長 錦銘瑞先生 他也等於這個電影指導管的館長 那麼他 新東島對台灣的重要影響 有一個保存維護的這個計畫 除了綠色小組這個 還包括財事長的新聞片 還有財影 是台灣最長的這個新聞片 那麼他希望把這些歷史的這些 像說法國價 那就一定有一個很大的計畫 那 那時候跟我們綠色小組聯繫 剛好那時候是 我負責 因為那時候我們綠色人點贊 我負責這個保管 這個所有的東西 因為我也認識這個人 以認同他們的影片 所以我們就一個合作的開始 可是這個經費很難爭取 東西運到台南藝術大學 擺放了10年 才是漲到錢 包括錢 其他兩億 那後來 好不容易那個民進黨上來了 因為有一些關係正式 他們還比較正常那個保存維護 所以我們綠色有了自己的經費 開始做這個數位化 那麼各位看到這個 那個還不禁途人意 就逼逼的成果 那 我們是不是很滿意 因為有些過程可能出現不下當 那個 轉成數位化的影響也不一定 有時候聲音有問題 比較不清楚 所以我們就是 接下來我們可以再進一步 那麼 說不定這個廣告 因為我們之前是 靠台南藝術大學的幫忙 拿來跟官部門要到錢 我們不能想到一輩子靠這麼幸運 所以我們接下來 還是要想靠這個辦法 我們就今年 藉著這一個這個 這類的影響 我們就推出了一個 內涵 附片的一個 水深 一錢扣 有點貴 但是這是要支援這個計畫 這有點剛在目標 那麼這邊就有 大概有進出後 上面也有 希望各位 A卡當點 片子 我們這還要陸續再推 這個就是 像各位今天 活時間來看的樣子 你不光是我們這樣一個 我們這樣一個小朋友 比如說 事實上我還可以講 我們的東西早就 就是除了數位的話 也都散了 任何人都可以透過網路 有場去取的去看 讓你看過 總共一千八百一 超過三千小時 那麼 這個東西是我們 差不多在 二十幾年前 1990年我們要結束的時候 就已經內部長路 這樣你沒有 剛剛就是 非得到這個 不會說 我們在成立這個 後來成立一個政治的文化學院之後 就簽了一個 財產棒技術 對 光我們連智慧財產 也都靠近 這個就是 一切 他今天 如果有所有敬佩信 都是為了 維繫 他 我為了 那 呃 教練你好 就是看完這影片之後 我覺得 有一點可惜 就是影片在最後 他 並沒有很細力的陳述 就是 以組織者的身份 陳述這個 罷工失敗的 種種 恐慣的結構原因 或者是西部的 組織原因 那 我想要追問的事情是 譬如說 裡面組織者 黃毅霞 或是羅美文 他們 以當下 或者是在事後的來看 他們大概還 提出了哪一些 原因 或者是犯行的部分 來 檢討這一個 罷工失敗的部分 那 我正想要追問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台灣 整個產業結構的轉型 以前是以製造業為主 那現在是服務業 甚至 是很破碎的 勞動情況 還 的一個工作形態 那我想要問的是 呃 就是 過去以製造業為主的 工會的經營的方式 跟現在工會經營的方式 導演 就你那個觀察員 你覺得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那 兩者的困境 大概配合是什麼 這大概是我們兩個問的 台灣之 缺乏強大的 工人運動力量 是讓紗特的法律上 可以設計的 國外是 我剛講的 比如說它運輸聯合業 它就是一個工人 它就是不足 後來有一個叫做 那個全國產業 什麼那個 那個都是很不容易 才弄在運營的地方 因為它讓你是 每一個廠設一個工會 你是分散的 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互相支援 譬如說簡單的基金 如果有的話 罷工 它整個 這個化學產業的工廠 都可以支援它的話 他們根本就不用擔心 為什麼罷工基金支援它 那麼第一個 收罷工基金的是從哪裡 是從這個 中式產業工會開始 中式產業工會 那天是另外一個問題 沒有幾乎 但是這次沒有 讓大家看到的 片子 台灣是 公運是一步一步的 那麼 光靠我們自己 在產區工作的工人 他要有這樣的 不能說學問 有這樣的一個相對的資訊 不容易 所以需要很多 那個仇生能力的知識分子 裡面出現的 這個汪立霞 蔡電騰 還有什麼 什麼這個 吳四葉總統 當年國民黨都給他們一個名字 叫做外力 就是說你不是工人 你是外來的 你是不好的 可是事實上來講 如果是用這樣的定義 那事實上請的律師 請的保全人員 請的甚至包括警察 那個叫什麼 就是說你可以合法的光明正大 接下來用這一些 那為什麼工位 這個沒有辦法選的 都是自動自發的 搞不好連吃飯都要自己發錢 我也是外力 我是幾乎都是外力 那麼 這樣的一個過程 是必須的 不是只有工人 台灣的整個 反對運動 事實上都是一直都要在整個 都要在整個 那我不敢講說 當年黃立賢他們這些 總結了一點的話 失敗有什麼深刻發言 但是當然就是 我也可以講的 好像德反對運動 一直有兩種勢力 這意思簡單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統獨 那麼統獨 在很多場合是隱會 就是說 你有共同敵人的時候 大家都怎麼做 有時候共同敵人 好像做了 我們就分開 那麼這個片子裡面的 這一個演化公會 它基本上是屬於老權會棄走 就是比較偏懂的地方 但這個真貌心理文中 是偏懂的 他一樣來聲音 只是說 他在這個整個活路當中 可能他的角色不那麼重要 這個每一天 這個 跟這個資方警察的對抗 是迅其萬變的 你要隨時再開會 那個決策就是 是不太容易那個開放 那我也可以再跟妳講 當妳們去拍的時候 跟他們的 互信還不是那麼高 他們的決策我是不能記錄 可是因為有這個演化這一場 所以到1992年 我去拍基隆科運罷工的時候 我就正式提出壓總說 你們的決策我能不能記錄 他說 不可以啊這個不能外泄啊 他說你要信賴綠色小組啊 你們可以開會先決定說 我可不可以被信賴 就是說這個紀錄是在一個安全的 自己約束下 後來他們從之後 可以從全程紀錄 對我而言是個進步 但是對供應而言 他事實上就是有這麼多見證 嗯 也都很多人懷疑說 為什麼他們決定了 還沒動過資料 就知道下一步就知道 但我們就知道 為什麼他們有這種方法 那 八九人這個事件之後 嗯 在我們綠色小組出城下 有老犬會出面著急 然後很老智慧 還有一些團體 在他們辦公室開了一次警察 啊這個檢討會促成了 本後的幾次比較大的供應場 他們更加合作 所以 他的工人和異眾團體 他們也是 有時候很清楚這個局勢的 你是相對弱勢 你不團結合作 你就是整個被供應場 好 那剛剛請問還有兩位 啊還有 那這樣子過去好嗎 導演 導演你好 我覺得這個影像很珍貴這樣 然後我比較感興趣的是想 請問就是導演關於個人的部分 就是 請問導演 因為我不曉得導演是對原來對公運 就很熟悉 因為那個年代是訊息取得 你剛剛訊息取得很不容易 然後 整個主流的宣傳 跟實際的那個 就是隱層的現場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 導演你是因為有參與 就是你的經驗是因為有參與公運 還是說你本來就從事影像紀錄 就是你什麼樣的機緣 能夠有跟當時的大多數的主流的民眾 有不一樣的認識 然後能夠加入到預測小組裡面去 進行這些 拍攝的過程 我很好奇 對就是 因為這跟我想你在當時的這種 存在應該跟整個社會是非常不一樣的 這是對你個人的 然後第二部分是對預測小組的 就是我很好奇 那預測小組在當年 或者是最活躍的時候 大概有多少個成員 那當時邁錄影帶的這個運作模式 是否能夠支撐所有的成員 是以全職的方式投入在裡面 這是你兩個問題 這個很多訪問都講 我也稍微檢討來講 檢討綠色小組 綠色小組就是一個自給自主的單位 他每一起的時候就有人會去想辦法 從家裡借來幹嘛都有 那也很幸運的 他的工作室是一個好朋友提供的 所以有好幾個都不用付房子 這樣付餐隨便我就講 那我們當年 在我家裡之前 每個人月薪是一萬五千塊而已 1987年一萬五千塊大概算是蠻低的 雖然也不是國高 但是一般最小一萬八兩萬塊以上 那我們就是 就是覺得說他把這個進來就是一種 因為你對這個有興趣 那不是為了賺錢 那綠色有點受苦之慰 因為那時候我結婚了 我們那個娃子大人就說 因為性與變婚 需要多一點之後 我們月薪調一萬八 那他便宜一萬八 那那個 我們是 剛開始做過會員一次 其實因為就是綠色還不能公開出發 事實上也一直不能公開 那麼是用會員次 事實上他是入部付出的 那剛剛有幾個階段 比如說 第一階段是總結的 十二支片人家查就這樣轉發了 就是由當時的一個黨外查詞來支持 他附了一筆這個版權 所以他要維持的一陣子 那後面就是 這個會員次補購 那後來就是在1987年的年底 正式推出 我們那時候正式的困在月灘 要露了一條新屋 那麼又碰到一些 比較重大的就有一些收入 所以這樣慢慢回遲 那可是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前面講說 當這個外在的環境已經 不足以支撐的時候 我們就後進度 後進度 也不是沒有想過說 說要找誰幫忙 就倒丟大海的 事實上民進黨 一直很有信用 包括那些 就是說 跟他們很密切的合作 甚至包括他提供薪水等等 但是我沒有接受這樣的條件 那麼不接受當然就是說 我們自己運作得很好 那種很好意思就是說 我們是完全自主 這一點要特別提 就是說 綠色小五從來不屬於誰 只屬於我們自己 然後我們是一個整體 所以騙子是不會打個人 其實很不好意思說 我用點話 然後被人說 講什麼林導演 我們當然沒有導演這個動作 我們就是 綠色小組的工作人員 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的一個認知跟情侶 就是維持到現在 一開始就不要用導演 來稱呼綠色小組 綠色小組沒有導演 金片沒有導演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應該就是說 這是一個慢慢慢慢 你會選擇靠另外一邊 好像當時就是國民黨很大邊 他把國民黨人很想 可是我就是選擇想的那一邊 因為我就不喜歡國民黨 不喜歡是因為認知而不喜歡 那認知的時候不用講 問你為什麼認知 因為國民黨給我們的訊息很少 他對他自己是美化的 可是一個 習慣說謊的人 他日子久了還是會把腳漏出來 我剛好說到他有什麼 就是說 欸 國民黨不竟然是他所講的 那麼 那個時代就慢慢有一些禁書 或是趕快把日子 我開始高中開始閱讀 所以 對這個國家有一種新的認識 那麼一直到大學念完 大概就很清楚 我未來要走哪一條 綠色小組是偶然的機會碰到 就是 我去幫黨外助學 然後認識了 當時還沒有創立 綠色小組的皇制藏 有這樣的一個投資出來 他創立綠色小組之後 就是有一天 打電話問我 有沒有興趣 事實上我對這個社會已經不了解 是經濟採取的 包括你剛剛提的說 對供應領不體見 舊而言 略點是一個知識的來源 但是很多事 是前臨前進的 就是從對基礎開始學 這些供應人物 後來那些來參與的很多人 都是這樣慢慢認識 各位以後只要有事於此 就是說你是做研究AR 你是做報道 或是做技術AR 都會一樣經歷過這醫學 很多很多那些東西 不是靠書念 一定是靠結論念 去接觸自己 謝謝 謝謝 因為時間關係 就最後兩位 不好意思 就最後你跟 另外這位小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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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拿了什麼 反應的兩位 三個問題 兩個是跟影片有關的 第一個是那個 其實影片裡面有提到媒體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非常的訝異 就是在當時那樣的直控背景下 其實現場 罷工現場的三家媒體是到場 然後同時還被警察做這些暴力的驅染 那麼在事後這三家媒體是否有真如影片當中提到 就是他其實是真的可以通過編輯台 通過長官的通通壓力 然後確實的將新聞露出了 那麼再來的是如果說他真的有露出 就是我要問第二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你沒有把就是當初的不管是黨報 或者是這三家媒體然後這些報導就是撿進去 拍攝進去 有一個對比或是之類的 那第三個問題是比較屬於我對於導演的 對不起 我對於李大哥的那個好奇 就是在當時的那樣子的空氣之下 是怎麼樣 就是你曾經有害怕過或退出過嗎 因為其實我每一次看到幾十年前這樣子的 社會運動然後參與的這些人 其實我每次都會反問我自己說 當我身處在那樣子的時空背景下 我有那樣子的勇氣去展出來嗎 那你是否曾經也害怕或跑上過這樣 這個最後一個問題很好可以找到 其實我都是站在那些抗爭者的時候 是他們面對你的不是我 然後我心裡會在想就是說 他都敢了我都很好害怕的 警察也有可能會打我 或是像那個天使裡面他神主教會被打這樣 可是我覺得我面臨的那種第二例子 會不會打我 我在很多場子都這樣自問 所以即便我有時候會害怕 可以說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支持我自己的種類 對 嚴格講沒什麼困難 如果哪一天你決定你有什麼困難 你就會跟我合到一個問題 另外一次你們也讀過 那四位記者 很可惜他們的報紙都不存在 當年在這個90年代 就是報季解釋了 確實有很多像他們這樣講 很有聲音感的記者 後面也還有人在支撐他們的報紙 首都啦 中國文報啦 自立法報 這個都不用講 他們在那個時代都扮演算是 平面媒體的良心 會被這樣稱呼就是說 他相對於那些御用的黨報 還是報導差太多了 那你看他們的立場一定是 但在弱勢勞動的這一點 他不是他不去訪問陳靜欣 就是說 他不會被他所主流 他已經把更多的貼補給這一些 運動們 所以 當然這些人都是我們的好朋友 第一個問題是 一個問題是 他們真的有報導嗎 有 這個在他們的事後都有寫 那你剛才有我想講說 我為什麼沒有用那個其他來做罪 事實上也有人問過我們律師 很多人說 你為什麼不弄官方的主題 我們當年是 這個有點是直接針對 就是說 為什麼不用去頂用 因為當時下 他就是這樣隨時 每天都可以接觸到 電視報警都會 所以我們覺得 不需要再多個推照 今天看到人覺得說 少了那一面 還有這次GIP 很聰明 他在一些地方 他撿了一下那個 當年的新聞報導 我覺得 那裡面是蠻有趣 他比我們高多了 謝謝 好 那先回答 這邊有三個問題 都簡單說一下 第一個是 剛剛有提到 官方的文件 還有當時候的私房 是把這個抗爭行動 定義成是違法的 不知道他們是用什麼立場 去說這件事 那第二個是說 等到 剛剛提到官方文件 認為它不合法的話 那 等到台灣更民主化以後 當初參與這些運動的人 沒有想過說 要去做一些平反的 這些行動 那最後一個是 不知道導演 或綠色小組這邊有沒有 更後續的一些拍攝計畫 例如說 當初參與這場運動的一些 工運的 工隊的領袖 他們是不是後續的 生活狀況或者 持續的 譬如說他們可能面臨到 公司的結果 那後續他們的生活 還有 往後的一些發展 不知道有沒有這種 持續性的計畫 好的 繼續追蹤 事實上我們在運作那幾 有一些什麼 我們是有這樣長期的 那麼綠色解散後 我們 跟很多運動團體 也都有很多聚會 也會聊到你剛剛所關心的 那我們目前是 有一本我的口述歷史 他主要是還是文字 先做文字 他就涵蓋你要講 我們大概除了幾個人 也會訪問這些運動 所以我們關心的目標 只看是 不一定有能力做到 因為這個要 能力要努力 那我倒是不想接近 有興趣的人 可以想辦法去做看看 最近有碰到一個導演 就拍那一個 最後的判斷範圍 他 他目前就 有一個計畫 就要 採訪那個已經在 就是 1989 有資本的在意法 他就做他的 那這個就有點像你講 就是說 跟他在一起 那些相關的人 現在今天是怎麼樣 讓大家繼續關心 那前面兩個 他是直接的 為什麼 因為他掌握了每一集 那麼你連質疑他的生意 幾乎都看不到 他直接就宣布說 那你原話是不是違反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 他不能讓你再帶動一個工廠 假設說你這個 你自以為的 這一個合法成績走完 那你就後面配置 去跟他做施法抗爭 我再回到這個 九二的這個 集合罷光 集合罷光 他雖然是合法抗爭 但是師父很厲害 他把所有的會員都解固 比他更好 他只是解固三人 他是解固了一百多位 那麼他們就變成 跟他打這個雇佣關係 打了十年 勝訴 他們幾位當時代表 大概有十來位 代表打任官司 有其中的十幾位勝訴 然後 回去工作 那個在那裡 那三位為什麼沒有勝訴 因為他只是在執行罷工幾天 他就是不開車 他們的車子開為保養廠庭放 那有一個晚上搖傳說 资方判內要來搶車子 所以他們就開了一個會 決定說 他輪胎泄氣 結果被资方擺到 就是說 他破壞了他的財產 那因為那個常務女士 跟這個 旅士 就三個人 就因為這樣而敗訴 他違反了刑訪 這個情況 破壞了他的資格 那他們回去之後 也因為人頭條後來就不去延遲 可是 他這個是 920之後 因為他有前面的經驗 他走一個很完整的程序 那這個 警報發動沒有 所以他們最後被檢固 就沒辦法要求說 沒辦法打這個故隆關係 所以故隆關係是說 你假設到最後確定你是 被非法解固了 那麼资方要房間 你這幾人耍欠了之後解釋 這個還有一個勝訴的是大仇 那個 姓拜的 對不對 他也是當然足功的被開除 還有一個流勇 流勇在片子裡面 那個 遼破點的時候 他剛才成功叫大家 不要 還有從這兒來 好 那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活動就暫時到這裡 那 但是呢 有其他問題想要問的 或者什麼話 林大哥講的 大家就可以自己問 對 我順便講一下 這是五部片對不對 五部片 一片一千塊 林大哥再客氣了 還有桃園家長 國雷一次見 還有生死為臺灣就是 戰役法制 還有黃朗欣運動 好 那今天我們活動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